這個若芳剛才聽柏惟分享 之前這個蕭美琴講過這句話 大家聽到真的覺得很感慨 哇大家笑著來找我服務 就最後呢 帶著微笑投給傅崑奇 不過我們看到蕭美琴 即便現在已經酸到河總統 他也是在臉書上 不斷的在推銷有關於花臉 因為強政過後 大家現在聽到花臉 其實會怕啦 所以他告訴大家花臉 還是有好多地方 除了泰魯閣現在生脈器之外 還是有很多地方是好去處的 若芳 我覺得應該是說美琴 大使現在都叫大使 等520他變副總統 美琴大使他在美國的時候 他對於臺灣跟美國之間的交往 他其實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而且是美國信任的人 那他現在在520之前 他之前是不是大家國民黨還在打說 他去了哪裡啊 有沒有什麼規格啊 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為什麼要打 因為就是在520的時候 他準備要就職了 那國民黨就覺得說 我先打你一波 那包含今天的這個9的問題 他們故意用絲9 但第一個就是要跟小英總統 感覺他連起來 就是小英用絲煙 才能拿蕭美琴用絲9啦 然後那個還要要求這個財政部 一定要讓他可以免查驗啊 耍特權啊 耍特權啊 然後再來羅志祥剛剛講什麼 羅志祥剛才講說 不要講這公文是不是真的是講 我覺得不要去扯公文 我覺得就扯這一件事情 帶酒進來這件事情 因為依照法律來講 外住的外派的這個國外機構人員 任期滿帶回的 調回來的時候 他們自己帶的東西物品 那自己帶的物品是可以申請不用去查驗 那查驗是什麼 查驗是衛生查驗 如果你今天是進口商 我是進口酒 他們每一瓶進來的都要查驗 就是要把裡面的這個酒抽出來 看你裡面是什麼成分 是不是真的是酒 所以那個是查驗 那再來就是稅的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就故意 把它全部搞在一起 就是你帶絲酒進來 然後你耍特權 3萬6千塊的酒 你回來是要賣多少錢 23瓶 還有23瓶 賣多少錢 再來而且它裡面的酒 還有幾罐是隔馬籃酒 隔馬籃酒台灣酒有幹嘛 還從美國再把它帶回來賣 我覺得這很不合邏輯 一個笑死人的一個狀況 這跟他聽也跟他就離奇 讓人這樣做 然後呢 現在就是說 當然外派人員回來 那他們就會說 如果超過這個5公升的 這個以酒來講 我們1公升之內是不用查驗 一般人也是 那外派人員 他自帶進來超過5公升 他也可以申請 一般人都要申請查驗嘛 但是外派人 如果你超過這樣的量的時候 他是可以依照法律來講 他是可以不用 因為是自用 我沒有要賣 所以他這不管是不是 這公務員 那依照法規來申請 其實本來就是對的 再來他們就故意在講說 這個用自己用啊 是不是要逃漏稅啊 然後又說現在沒有查到這個稅的問題啊 東西就還沒有進來嘛 還沒有進來 依照法規來講 我進來之後 他就會課稅嘛 所以不要一直用這樣模糊的焦點 說是絲煙絲酒 還是你們要故意帶回來賣 還用特權 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要打蕭美琴520 你就要製造一個印象就是 打壞他的形象 還沒有上任哦 你就耍這樣子的特權 但蕭美琴為什麼要這樣打 因為他形象真的太好了 不管是擔任大使 真的盡心盡力 他現在還沒有就職 他心細著花蓮 那不僅是說 他還有說這個什麼 可以賞金啊 鯉魚潭划船啊 包含說他這個 這個古道秋生 就這邊的一個活動 還有這個 哇 這真的很漂亮 因為在台北市 幾乎看不到太陽花的這個花海 他貼過去的照片 他幾乎都是貼過去 他就為什麼 他就是希望說 等到這個災後重建之後 大家可以再回到花蓮 不要因為地震而放進花蓮 覺得說那邊好可怕 沒有那邊還是很漂亮 那反觀其實你看看 下面的網友全部一陣就說 這個有枯提的立委啦 是在講誰 就是傅昆琦嘛 那蕭美琴一直在行銷花蓮 即便他卸任了 他都還是在新系花蓮 那傅昆琦你現在還是現任 你現在是現任就算了 你組團去中國 請問一下你是要歡迎中國 好 中國到底要不要開放 這個旅遊團來 我覺得到花蓮 我覺得那是一回事 如果你這次要去 要彈這個我也給你好棒棒 那如果沒有 你去中國到底要去幹嘛 是要叫中國撥款過來嗎 還是你的組這團 到底用意為何呢 還是你是要說 要去跟習近平對話呢 你的層級又不夠 那你的層級可以到哪裡 所以我們不曉得說 傅昆琦你對於花蓮的 盡心盡力到底進到哪邊 你對花蓮的用心 到底用到哪邊 是用到中國去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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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